美國政府決定正在考慮 明年秋天開始 他們要派官員常駐台灣 然後到台灣來幹嘛 他說還安排他行程 你要先學中文 學了中文之後 你就要幫助美國政府留在台灣做什麼 包括行政機關 立法院要熟知決策過程 好 那麼幾乎把我們當成一週一樣了 那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 他說為了要合作一起對抗中國 那當然這是日本的媒體 他們最新的一個爆料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正式的決定 還不得而知 但是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台美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當然就是為了這個美國 希望緊緊把這個台灣這個拉住 然後共同的對抗中國 不過為什麼中國如此 這個讓美國這樣的一個警惕 我們還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最近一個消息 抖音他在台灣註冊了 一家公司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中 你看包括在選舉的時候 亦或是看到了這個台積電 到美國去設廠 其實都這個在抖音上 都有非常多類似像是帶風向 這樣的一些影片 不斷不斷在網路上被轉傳 然後被這個推播 甚至似乎有一點在這個 要這個把這個大家的一個想法 扭轉的一個狀況 這會不會就是所謂的 在網路上帶風向呢 那現在他到台灣來註冊公司 又為哪裝 我們來問問簡明哥 當然這絕對是非法的 但是這事情也讓我們非常意外 怎麼會這麼明目張膽 這個我們台灣 基本上根據兩岸關係法 是不可以有網路公司在平台 來台灣設公司的 是不可以的 到底怎麼回事呢 原來他原本公司 在107年3月9號就設立這家公司 他用生洋國際生技有限公司 存活一直存活到了這個108年 到了突然之間 到了這110年10月202號 就今天今年的11月份 就突然之間改成了 名詞就叫做字節跳動 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TikTok的名詞 Surprise 而且你知道他資本額還真的不少 是有1200萬的資本額 那緊接著那這公司有沒有動作呢 答案是這家公司還真的有動作 那李玥玉先看一下 他的簡介是什麼 他簡介就是致力於專業打造素人IP帳號 並於抖音TikTok等社交平台 達成戰略合作 傑民哥這我聽起來他要打造網紅 是對 沒錯 就是那因為最近中國其實很擅長的事情 就是找素人 對 那素人你才不認識他 他就在臉上踢踢踢踢 講了很多 然後每天放送 這次選戰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女生 他就是路邊你會看到 就是長跟路邊女生一樣 他就很快的講了一分鐘 然後每個地方都開始 大概一分多鐘 他很快的講一下 這到底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對於執政黨講了一堆 就是四世而非的內容 但是他不斷的講 不斷的講 而且他素人你沒有感覺到 會有那種就是你會有說 你先注意到這個人是誰 會有距離感 沒有 他就逼發講 所以這個就看起來有點恐怖 那接下來他有沒有真人 還真的有真人來看一下 他薪水並不是很高 給的是他基本公司稍微高一點點 一個月是2.7萬 我們來看大的 來這個傑兵哥我帶大家看大的 這是抖音在台灣的這家公司 你看剛剛這個傑兵哥講的 他真的註冊叫字節跳動 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好那他找什麼樣人呢 視覺傳達企劃人員 我覺得這個我們好像我們公司人 都可以去應徵 好你來看他一個月薪水兩萬七到三萬 然後工作內容就是要短影音的拍攝規劃 好然後你看上班時間十點到七點 然後他要找這個二到四個人 那這個是不是找這個人 他真的有業務要執行 我們這樣講一下 其實抖音大家都可以自己製作 你不需要另外找二到四個人來做製作抖音 而且抖音他們自己一個模組 就是你可以根據你所需要的模組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上去配合眼 對這個是他都設計好了 所以坦白講 你今天真的沒有必要花一千兩百萬 這麼樣大一個資本額 去設一家公司 還要找人去幫忙去做TikTok 那明顯的事情 他是在為特定的事情在做準備嘛 所以這家公司讓人家覺得說不出的詭異 因為他所做的事情是一般人都可以做的 而且還真的 但我重點是他明目張膽 就是用所謂自己的挑動來設計公司 當然國家現在已經介入調查 到底裡面是真的 是跟中國有關係嗎 因為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中國的名字 中國可不可能隨便讓你去用他的名字 而且更何況 這個自己的挑動裡面是有央視 一個百分點的這個股份 但是你要知道 央視這100%的股份 可不要小看只有1 他大有100 一大於100 對 意思說其他的股東 他說什麼東西不重要 只要這1%說可以 他就執行 他有決定權 對 他不可以就不能執行了 這意思多可怕 事實上在中國很多企業都這樣 就是這個 國營的入股1% 但還有否決權 是的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說不 那當然現在這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坦白講一下 你如果今天問年輕人 大概你問每十個年輕人 大概有四個年輕人 他跟你說他有在用抖音 甚至更高 確實現在抖音下載人數 接近500萬人 而且主要集中的人數 正好就是我們說年輕人 到24歲之間 這年紀是最大的族群 那當然現在我們其實不用註冊 但我們可以從網路上看到 而且很多 好了這件事其實引發了國際的關注 像美國就最近要求 他們主要幾個 已經有20個州自發性的 由州立法 自發性的要求 他們所有公務機關 絕對不能下載 這樣的TikTok 不能下載 那現在美國的 他們的廣播 就是我們管理廣播的 這個署 也開始 就是他們的單位 這個管理 就是我們說的廣 類似我們廣電 廣電的單位 一樣要求是 可能要全面性禁用 就全部公務人員禁用 但民眾還可以使用 那你知道為什麼這麼嚴重 原因是烏爾戰爭 其實TikTok 發生很大的一個效用 就是其實俄羅斯部隊 沒有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TikTok 就說俄羅斯部隊進去了 或者是烏克蘭部隊 根本沒有進到那個地區 為了假期巡動 比如說烏克蘭根本沒有攻擊 他用Tik說烏克蘭已經攻擊了 假期這個運 這個說你真 事實上沒有做這事情 他就譬如說 這個大壩要炸掉 其實是俄羅斯想幹的 他去把烏克蘭的這個樣貌 放在那個大壩旁邊 還放了幾個炸彈 就好像是烏克蘭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 台灣現在也開始注意到了 那你知道其實TikTok 最強的事情是演繹法 其實我們知道 有做臉書都知道 其實你演繹法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 他可以了解你的行為 你的模式 他就提供你所要的東西 那對於所謂政治性敏感比較低的人 他容易就是會被吸引住 或者他讀出你的意識形態 他為你要的東西 就加強你的意識的擴大性 這個我們演繹法 這非常可怕 現在政府要進入調查 但是你不可諱言的 抖音他的影響力非常大 他到目前為止 他或許他已經成為全世界 下載量最多的年輕人在用的 一個短視頻的一個網站 那甚至導致了 你看像現在臉書 像是YT YouTube都要模仿他 也要跨入這個短視頻的一個市場當中 那他在年輕人當中 因為影響力很大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有心人 利用這個平台 在做一些 不管是帶風向 亦或是希望可以這個感覺可以 這個左右一些這個用戶思考的一些動作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字節跳動要來台灣 萬一真的是這家公司的話 那當然政府就會非常提高警覺 好 不過呢 另外要帶你看今天在這個產業界 還有一個大消息是鴻海的動作 鴻海呢突然間告訴大家說 他子光他不投資了 當初說要投資也是鬧得沸沸揚揚的 那現在好不容易進入了這個實質的 你要怎麼個合作法 那我們的投審會要不要過關 你要不要補件 你要怎麼樣申請 結果突然間他說算了 他撤資了 旗下的工業複聯轉投資的 這家叫新維基金 那當初呢 是用這樣的轉轉轉的方式 他去拿到了子光的持股 但現在呢 就全數通通賣掉 那他賣的價格呢 不低於53.8億人民幣 全數出清持股 當初為什麼投資子光 現在又為什麼說他不投資了 到底中間的轉折在哪裡 來問問長信哥 我想這是剛好而已啦 說實在的 現在中國呢 其實是被美國制裁了 那反過來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中國前陣子就在制裁台灣嘛 對不對 所以反過來說 其實國與國之間的攻防戰呢 我覺得會凌駕於商業之上 所以說商人他其實會算的 盤算的很快 當初如果大家還記得 七月中的時候 鴻海一公告 這個因為子光他要重組 重組之後 把他債權付完之後 大概鴻海 就透過旗下的富士康 間接去拿到百分之九 不到百分之十的股份 大概也花了 大概五十幾億的人民幣 就兩百多億的臺幣 那當時劉王偉就說 我們要前進大陸去投資紫光 其實是為了做什麼 第三代半導體 就是半導體 去入股了一家 到時候被美國制裁的公司 你要怎麼辦 對 而且是進行事 就是制裁你 那如果是制裁的話 我認為現在鴻海了 他就怎麼樣 既然還在什麼 還在投審會的階段 那乾脆就抽了 就算了 就算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 這會不會賠大錢 我跟大家講也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是出資 這一次也是蓋瓜的承受 大概五十幾億的這個 應該人民幣 也都可以全數拿回來 那被大家 網友眼間去查發現 基本上他的股權 在他底下的投資公司 也現在全部做移轉 是移轉完公告 而不是說現在剛要賣 如果說現在在市場要賣的話 基本上股價 應該也會跌著稀里花 我們讓大家看到 這兩家公司的股價 大家就有一點感覺了 其實說實在的 誰拖累誰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誰拖累誰 上面是紫光 那紫光國際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時間點 七月份是在這邊 七月份的股價差不多 漲上去之後對不對 其實大家看到 其實開始中美的科技戰之後 紫光國際 這個是大概做 半導體相關的 開始都一直往下打 那工業複聯 基本上打一下打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往下打 因為鄭州場的關係 那現在你想想看 市場對這樣的消息 反應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你看工業複聯股價 就往上拉了 對 也就是說現在 你跟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隔得越開 撇得越輕 市場 其實給你越高的評價 所以大家才看到 最近的這工業複聯往上漲 不過國內的鴻海 今天為止也沒什麼漲 謝謝昌星哥 我們看到了這個 為什麼鴻海突然間喊停 原來沒在於這家公司 現在如果還在鴻海的手裡的話 那很可能到時候 美國要制裁 會不會開始往上一個一個 追你的母公司 是不是都要連帶的被懲處 被制裁 那對於鴻海來講 那可能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但很可能就是為什麼現在鴻海要趕緊 本來想要趁機拿到一些這個 現在中國政府也在大規模補貼 他們半導體產業 這樣的一個商機 但是如果他要付出的代價更大的話 那是不是喊停 或許即時的一個止損 比較有利了 好 我們看到這是鴻海進來的動作